有请节目组织人 赵川 今天我们请来的老师是 来自百合网婚恋宣的院长 周小鹏 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来自华谊家军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对嘉宾朋友遭遇了 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结婚以后 婆婆站着带小孩的缘由 家里大小师都管 现在我在家里 这个地位一点都没有了 她现在每天都挑剔我的工作 就知道跟我妈吵架 根本就不想好好过日子 每次和婆婆吵架 她都不帮着我 都是帮她妈说话 她心里现在已经没我了 当时我对她父亲 那么照顾细心 她对我母亲这样 我对她实在太失望了 家里什么事都处处以婆婆为重 这种日子我过不了了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提 男嘉宾林先生 三十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房产中介 女嘉宾许女士 三十岁同样来自湖南 是一名服务员 来 有请 欢迎老妹 结婚几年了 四年了 孩子多大 两岁半 你妻子在这个小片里说 因为婆婆带孩子 是吧 所以就慢慢夺了你的权 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是吧 对 我的爸爸是得癌症去世的 他当时照顾我爸 也是无微不至的 在这点方面上 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公 然后我们结了婚 生了小孩 他就跟我说 他妈妈放我当小孩 不用我管 你这安心的工作就可以了 但是安心安心 这个安心就白事了 婆婆要管我们经济权 人情权 全都要管 包括我老公赚的钱 他都要管 那你的钱呢 我的钱我自己拿着 拿着还要管着小孩 吃喝拉撒都是我管的 我老公没负责过 以前没生小孩之前 钱都是两个人一起用 生小孩以后 我把我那一份 全部交给我妈妈 让我妈妈给我攒着 因为说小孩还小嘛 啥东西都要用钱 但是你攒的每一分钱 是不是还给我报个数啊 你做丈夫的 把我这个当妻子当啥了 你还不如跟你妈过一辈子 讨这个机会有什么用啊 汇报一下账目 现在攒了多少钱了 攒了六七万块钱的吧 哇 老妈真能攒哎 好好好 这个事就过了 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我的嫁妆钱吧 想买车这个是吧 这个嫁妆是个什么事 你再说说 因为我们四年了 存了一个预定期 我的嫁妆已经要到期了 我的婆婆就跟我老公说 他们出点钱 再给我打个三年 我拿这个五万块钱 我的嫁妆钱出来 给我们家又买一台 我老公开的车嘛 因为我家里本身就有一台车 是我公共在开 现在又要帮我老公买这个车 我就不情愿了 这个家就我不会开车 名字车主也是我老公的 不想 名字写你的行吗 写我的也没用啊 我不会开啊 学吗 我觉得现在没必要 以后宝宝出门了 不是有个车带出去方便吗 你们是不是这么考虑的 我是这么考虑的 我老婆她就不愿意了 她就说 我跟我妈合伙 骗她嫁妆钱 行 还有别的罪状吗 小孩子有问题吧 有一段时间 小孩身上起了小疙瘩嘛 我回家看见了 我就问我婆婆 我说妈妈 你有没有跟她尝药啊 那她上医院看了没有啊 我婆婆当时就回答我 没了 我在做家务了 我哪有那么的时间 你要去你自己带孩子去 你这个宝宝 你自己带了几个呀 基本上是我婆婆带大的 对 我要工作 早就早就工作 你母乳她多久 没有母乳 奶粉被带的 你们想过 不要在婆婆家住了吗 有想过 小孩已经两岁半了吧 我想就给她送个幼稚园吧 学学多学点东西 然后自己专业一道房子 简单的 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挺好 可这坏了 急了 我婆婆说我急了 为什么 说我又说幼稚园 就是说她带不好 还跟我一块二那 上餐掉了在家里 谁啊 我婆婆 为了这件事 我老公也给我急了 拆了我两个耳光子 这样我就拎 对啊 当时我就收拾我的东西 想走 抱着小孩走 我婆婆过来跟我抢小孩了 说要走 你自己走 我老公就跟着她妈说 要滚 你自己滚 把我小孩留下 这样子我就冲回娘家 一个多月了 所以来你们节目了 是你要来还是她要来 我要来的 来干嘛 我要来 讨回我的公道啊 我心里不舒服啊 我委屈了 她回娘家一个多月 你没去接过呀 去接过她不甩我 去接过几回啊 去过两回 你干嘛打人家啊 因为说她冲我妈吼 冲你妈吼 你也别打她呀 道歉了吗 我第一次去接她的时候 跟她道过歉了 行 你现在再道一次歉 老婆 不用道了 我跟你说 她根本就没诚意 你诚心诚意道个歉 老婆 是我不对 对不起 我不该动手打你 请你原谅我 怎么原谅法 听我过解释吗 现在又我听你解释 好 接着我又问了 搬出去住 你跟先生商量过吗 没有 那你没商量 你怎么就跟婆婆说呢 我跟婆婆没有充斥 我只是这样子说 我说 您每天闹着做家务 多累多累 还给我踹个孩子 是吧 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没关系了 我想吧 行行送到幼稚园 去让她说多学点东西 我婆婆就给我急了 急了之后 我就回了两次 行 我明白了 我说句实话 我挺为你婆婆 叫居和叫冤的 我基本认为 你的做法 属于过河拆桥 一个孩子 从那么小 带到两岁半 老人很累的 可能你的想法 有些是对的 但是你的做法 在我看来真的不对 但是你做老公的 就更差点意思了 下面 我们把老人请上来 听听婆婆是怎么想的 来 有请婆婆 许志仁好 各位评委老师好 下面他们的对话 你都听到了吧 听到了 喜欢这儿媳妇不 怎么说呢 反正 是自己家的人了吧 你多少要报应他一点 带娃辛苦吗 带娃辛苦 特别辛苦吧 家里还有好多家屋 是我一个人做 还要带个小孩 确实是辛苦 儿子说要把钱交给你 是儿子说的 还是你要的呀 是我要的 他们结婚 没小孩的时候吧 他们两个人 加起来也差不多 六千块钱 一个月下来 没涨一分钱在这里 后来小孩 就是处处要钱 我就对我儿子说 你们这样用是不可能的 儿媳妇的钱我就不管 但是儿子的钱 一定要交给我管 你脑怎么管了 我一个月二千一二的工资 每天朝九晚五 我还要养个小孩 你再管着我的钱的话 叫你们每个月买点牛奶 给你的女儿亏了吗 我没说亏呀 我就是这点不舒服了 不过你们带这个孩子不累吗 凭什么我老公赏的钱 都要放在您老这里啊 为什么我不可以管呢 您管可以 小孩子这么小了 您管可以 但是也要给我老公 尊重我这个老婆吗 好好好 这件事婆婆做的大概 包括你做的都不好 好歹你们跟人媳妇商量商量 你们不能自己就决定了吗 我和他们说过 吃饭的时候 在饭桌上我和他们说了 他们都知道 我是没听见 他跟他儿子这样说过 那我说我就不知道 说了还说没说 你哪有跟我这个儿子 怎么没说呢 说了我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不会为这样跟你吵嘴的事情 和你们带小孩 内娜不说 还要说你的埋怨吗 你家里家屋住过吗 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 你们上哪这点吧 回家 对房里走 就是我内娜我要休息 你们管个小孩吗 吃了饭以后要你刷两个碗 你们刷过吗 我白天都不在家 衣服你们洗过吗 我白天都不在家 怎么跟你洗啊 休息就是睡觉 你管过我这个婆婆 累不累吗 问过我吗 你现在指着我 你有没有问过你儿子 你儿子管过你吗 你问过我都没去吗 什么事情都为你们自己想 你为我们老人想过吗 那你为我这个儿媳想过吗 我什么都是在听你的 我现在占了七八万块钱 放在这里了 这钱我和你们占了 我会带走吗 还不是你们的 是我们的 没错 我老公给你钱也没错 也太吃了吧 至少我老公也给我个数 就算是自我儿子乡买车吧 凭什么 他可以打钱 你哪儿呢 那我们一家三个 我们当主做的话 我们一家三个也要钱吗 你这当儿子的 当丈夫的真差点意思 你就看见他们俩这么吵啊 我一说话 我老婆会说我 我一帮我妈 我老婆她对我的恨意 你不存在帮的问题吗 我问你啊 你恨什么呀 从来都没帮过我 凭什么帮你啊 干过家务吗 干过家务吗 没有 谁干的 婆婆 女儿谁带的 婆婆 请过月嫂没 没有 婆婆算月嫂吧 应该比月嫂好吧 好 给钱没 没有 该不该给 该给 吃婆婆的饭没有 吃了 该不该给钱 该给 好 婆婆开个价 这一切需要多少钱 我这人就是 斤斤计较 我就是算账 你老公一个月的工资 抵不抵你们在家里 霍霍的这些钱 你告诉我 值还是不值 有些值 有些不值 什么不值 你说出来 不值的话 给我的数吧 那我给你妈 也是我的心意嘛 凭什么你们要 我问你 值还是不值 带小孩值 带小孩值 对 带小孩值 我插一句话 我真是看 你看不下去了 你老公怎么 对你爹 在择癌症后续 一个护工多少钱 而且对于 一个病人的那种 贴心贴肺的那种 好值多少钱 你算得清吗 他对你爸 是怎么对你爸的 你刚才对 他妈是怎么对的 所以你这还真是 让人挺气愤 最不容易 那句应该是婆婆 对 这是我妈 对啊 带完你给你带孩子 还受你和你老婆的气 是的 我觉得很委屈的 别人问一声 妈 你今天累不累 小孩这么小 就不想要我带 说我带的不好 教的不好 要把他送到幼稚园去 我成他出世 待到现在 我根本不会受的 行 别跟他站一起了 这种儿子不要也罢 来来来来 到这儿来 特别委屈吧 是的 听见你妈的话了吗 难受吗 难受 所以你们俩太浑了 媳妇没个媳妇要 儿子没个儿子要 老师们 你们帮他们调一调吧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小房 你觉得 他们幸福死了是吧 我就特别羡慕那种 孩子有老人帮忙带的 所以我说 你应该特羡慕吧 我特别羡慕 你们家那个 不就你们自己 在那儿吭吃吭吃吗 而且还有一个 刚才那女孩说上班累 我也知道上班很累 我上班现在 还会得四个小时 我也觉得上班真的很累 但是没办法 还得做家务 特别是做饭 现在夏天 家里边最热的地方 是厨房 特别难受 她没感觉 这个在做 所以我说她不懂 你真的尝试哪一天 做一下饭 你会感觉到 你人都快崩溃了 何况还要带一天孩子 所以女孩有一点 的确我们会觉得 你们家里边 婆婆有一些地方 的确做得不太合适的 但是关键是 你懂不懂孝心 内心当中 没有一点点感谢 而同样对于婆婆来讲 也是一样 您其实我们能知道 您在管什么 他们两个年轻人 赚点钱不容易 赶紧把钱存起来 有孩子了以后 花钱的地方多 他们不会存 我们来存 我们帮忙 但是您帮他代办 代办到最后 如果说的不好听 哪一天您走了 谁帮他们代办 他们还是 当爹当妈的人 他们也需要成长 有可能啊 虽然您儿子内心当中 可能觉得 当妈的的确应该管 但他其实有时候 也会埋怨你 他可能会内心在想 妈要是您不管这么多 我跟我媳妇 可能还没这么多事 所以我觉得当妈妈的 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越界 然后回过头来说 当儿子的 我非常认可 你妻子说的有一句话 就是这个钱 应该由你交给她 不是说她来给妈妈多少 而是你们两个 共同商量 你们家里边钱 应该怎么来用 多少是做固定储蓄存款 多少是家里边家用 多少是应该 给到妈妈妈妈的家用 这是应该你们 共同商量 你当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你说 我跟我妈已经开好车了 我们决定买 然后我再告诉我媳妇 你只是在告知她 告知是对外人的 而家人是要商量的 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 你也是在饭桌上 告知一下妈妈 妈我们要搬出去了 你也没有事先 跟你丈夫做商量 所以回去以后 我倒觉得女孩 你可以跟你的老公 去商量一下 你们该怎么做 我觉得他们家的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谁都没摆清楚 自己的位置 婆婆 您月位了 儿子 您错位了 而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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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有点不清不楚 你想把它分得清清楚楚 但是一个家庭 怎么可能分得那么清楚 我最恨你的一点就是 有一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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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来 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开门 我在这里这么多的观众和评委 我想把我婆婆请上来 有话对婆婆说 这事要你管吗 你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我的地盘吗 凭什么你做主啊 我觉得 我是主持人还是你是主持人 凭什么你就这样来啊 请主持人把我的婆婆请上来 这还差不多 以后都得这样 你对婆婆也得这样 来 有请婆婆 有请 来来来 我想听你要跟婆婆说什么呀 我想对我的婆婆说 在这 妈妈 对不起 请您原谅我的以前的过错 我应该知道感恩 请您不要想到我的过去怎么怎么不好 请您原谅我 以后习乎不会这样子了 我会知道感恩 没关系的 一直要职业你们自己知道 好好婚事就行 你快把两个女人搂在一起吧 恭喜您啊 不管怎么说 这个儿媳妇又回来了嘛 也是个好事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请回 请回 大家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和好的那一个瞬间 要保湿意被试啊 祝你们快乐 重新调整 愿你们的小家重新起航 好吗 谢谢 谢谢 请回 谢谢 谢谢你们 看到了一对夫妻之间 化觉了他们之间的冲突 我想我们内心都是喜悦的 接下来就是一对年轻人了 先了解和认识一下他们吧 各位请看 我们能走在一起特别不容易 我出过一场车祸 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一直照顾我 那时的我感觉非常幸福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他特别弹玩 总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唱歌 我特别不喜欢他这一点 他什么事都要管着我 但他从来没有为我做出过任何的改变 他现在计较特别多 但我对他的感情从来没有变过 我不明白他为啥让他分手 我现在什么事都要宠着他 包容他 我现在真的是受够了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曲 24岁 来自河北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王 同一二十四岁 也是来自河北 戴业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今儿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他现在就是老跟我闹分手 总觉得我不够喜欢他了 但是我觉得没有啊 他是要分手 你不想分手是吧 对 认识多久啊 两年多了 当然谁追的谁啊 他追的我 小片里说到你出了一次车祸是吧 对 怎么了 14年的冬天 我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然后被那个大车 就从后面给撞过去了 当时就是车孤儿 就从腿上就压过去了 特别严重 那时候到了医院之后呢 就然后医生就跟我说 要进钢板啊 钢筋什么的 当时候年纪小啊 就觉得 哎呀 我以后的未来都没了 我以后就得瘸了 我就得处着拐过日子了 就特别黑暗 他知道这事的时候 把他也在上班呢 他就不上班了 就跑过来 就来医院陪我 然后他爸特不同意 我俩在一起 就给他锁家 不让他出来 不让他看我 他家那时候住二楼 他就从二楼爬窗户出来 给我买吃的 看我 可以啊 对啊 对我特别好那时候 要不咋看上他了呢 咋就说啥也不走了呢 就特歇恩他那时候 觉得哎呀 他这人特别好 那他现在不稀罕了呢 他现在对我就不好了 不像以前那样了 经历了什么事 你会有这感觉 我住院他照顾我那时候 他爸不让他在家住了 然后我俩就一起合租呗 合租的时候吧 他就特懒 啥也不干 下班就玩游戏 他就当男生地方 我在家做好饭 我喊他 我说那个吃饭吧 我说 他就不动会 就这饭我就得给他端的那个 电脑桌跟起来去 还恨不得就得喂他他才会吃两口 这事没有他说那么严重 我 偶尔有几次这么情况 但是没有他说这么严重 就我也告诉他了 你饭做好了 你放一点 我一会儿会过去吃 你说擦地啥的我干得了 我们家换灯泡他都不管 我自己是趴高 我自己换 是吗 我就觉得这种小事 谁有快 谁坐得多了 没必要 怎么这么清楚 行行 你玩游戏的时候没烟了 我那时候肤子疼 可难受了 他就喊我 他说那个 你去去去 给我买盆烟去 我那我腿坏了 一到一天下雨就疼 我就那天特难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楼下 给我买两天那个药去 他可好 那都在楼下吗 那老计 你端了端了身体 留他两步呗 你买去呗 下个楼就到了 那以后啥呀 你说在家 我都多惯着你呀 你在家别说 急做饭这种事 电话想你拿吗 你都得喊我 你把我电话给我拿来 他渴了 都是给我倒杯水来 从来都是这样 在家他就是大爷 这种小事 你这么计较了吗 大爷 你真是大爷 我俩有一次出去玩去 就跟他朋友我们 去锦州开车过去的 我晕车了 到半道的时候 等到那的时候 我就停不下来 他的厕所就一直吐 但你说 他是我男朋友 他都不问问 你好点了吗 你还吐吗 你要不要吃点药啥的 根本就没问过这话 我不是问你了吗 我说你还信不信 要不信的话 你在旅馆休息 我们去玩 是 那后来我是说了 我说我不行 我说我难受 我说我过不去了 可好 给我个背影就走了 门汤都给我关上了 然后吧 你说就一个云车 真的有那么大劲吗 他走了之后 我就没停下来 就一直在吐 到最后 你说我都吐啥样了 我那手都吐得 跟鸡爪子似的了 都吐得 都吐不了 那个电话 那瓶都吐不了了 自己拿着一个手 鸡爪子掰这手 然后掰得特别难受 然后就给他 出了电话 那瓶都已经11点多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难受着呢 我说我害怕 我说你回来陪我 我特别难受 他说行 一会儿我就回去 可假 我这一等 凌晨两点多了 我可见着他了 我这要死宾馆 你说你看见了我 你离宾馆那么远 我哪儿那么快地回去 后来呢 后来呢不是 我天天地 就是宠着他 惯着他 他爱玩游戏 我爱喝酒 我就那时候老喝酒 我说呢 原来你爱喝酒啊 接着说 我爱跟朋友玩一下 喝酒去 然后他那时候 都不愿意啊 那我肯定不愿意 你嚼着那儿泡上 那儿都啥朋友啊 天天地 喝着明明大醉的 天天给你抬回来 是我错了 我喝多了 我得够抬回来 那你不也承拔我了吗 他还拿我手机 发个小视频 摩托是吐的 咯啰啊的 他给我发个小视频 发我朋友圈去了 我这不也为你好吗 杜绝他们以后 再找你喝酒了 是 我也没说啥呀 是吧 我就不喝了 他不开心的事 我就不干了 他爱玩游戏 那时候我还当摩托呢 那时候还出活动呢 他特别不愿意我干 我就每次出完活动 就回来的钱 我都给他 我说就捧着他 我说你快拿着吧 我拿着那个 买你的游戏装备去呀 啥的 我得捧着呀 然后吧 我越这样 他越得寸进尺 你知道吗 现在干嘛 不做模特了 他不让做呀 其实那时候 他挣的也少 现在挣的也少 你说你们那个 模特的那个领队 那对你是啥意思 说模特 开车姐送你回家 又送花又送礼的 那不对你居心叵测吗 那不是 那我不拒绝他了吗 拒绝他了 你还让他送你回家 你不愿意 我不也辞了吗 不结活了 家来着 你说这事吧 我还吊着委屈呢 你说让我不干了 我就不干了 然后你跟我咋说的 你是说 以后你挣钱养我吧 是还是不是 回应一下 对 然后他说在家养我 我这都开始在家 天天地给他洗衣做饭 跟老妈的似的 那女的不都臭美吗 我就说化妆品没了 我说想买化妆品 这伸手要钱就完了 就不给我买呀 就说了 你在家天天待着 你说你也不见人家 你买啥化妆品呢 你没给谁看呢 我也不嫌弃他 在家待着 你说他买啥化妆品 买啥妆呢 我就出去买个菜去 我的小化妆 我臭美不行吗 你说 你这情况你父母知道吗 我妈不知道 知道早踹他了 那你不做点什么事啊 就这么待着 这肯定不行了 胆着 我这事过去了 我一想 我胆着 我也不能跟他要钱了 我就还是自己干点事吧 我硬气 回来 然后 硬气 他不让我除去干钱 我就都自己在家干 我都干卫生 我都那天跟我妈 都凑了五万块钱 跟我们朋友 去那卖个面膜啥的 他又不干了 这一听卖面膜又不容了 又卫生又不靠谱了 把钱还给我拿走了 不是你说 招呼你干卫生的那几个朋友 那不都是你当初 一块喝酒那几个朋友吗 他们有那个经商透脑吗 不不不 那钱呢 他把钱拿走了 然后要卡密码给我改了 改了跟我说特好 咱拿这钱理财去 结果就炒股去了 钱呢 泡着呢 这就忍受不了 所以要跟他分手是吧 这也受了 这也都忍他了 这还能忍啊 那干嘛还分啊 这不都忍了吗 天下也就这样了吧 他现在就过分到哪种地步啊 是不是 他跟他钱女儿联系 他还得跟我特担计的说啥呀 那个 今儿晚上我跟谁谁吃饭去啊 那是你钱女儿行吧 你跟他吃饭去 你还特担计跟我说 我是你女朋友 我能不介意吗 我俩就是好朋友 吃顿饭的 那你跟你钱女儿是好朋友啊 你俩约会见 你跟我说啥呀 我还给你拿买两张 点点票吧 那也不是约会呀 没事 我俩就吃口饭 也没啥 就正常朋友管你吃饭咋的 没事闲的吧 还跟他前女儿聊天 什么各种怀念以前的感情 哎呀 以前感情可好了 咋着咋着的 你都是想的多 我俩啥也没有 你说来着吗 他什么时候跟前女儿有分手呢 咱俩认识大概半年前吧 哦 现在咋又联系上了呢 就一直都有联系 你看我都知不得 我还天天傻不得能在家给他做饭呢 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上面写待业就是不工作呗 他不让干呢 那花谁的钱呢你 他前天一个月就挣那两三千块钱 我俩都交着房租滑着 不够漏的找我妈要去 咱整个要不也得活着呀 又不是我不让你活的 是这小子呀 你们家人是在什么个意见呀 我父亲一直不同意 为啥呀 就因为最开始他是做模特的嘛 然后我爸妈特别早就离婚了 我爸从小就是把我带到大的 他是那种就是 他说啥就必须试啥 然后就是 见到他那第一面 那第一印象特别不好 哦 怎么了 对 他爸找着我腿子 啊 找着我腿子了 长得好看了 哦 他爸觉得你长得太好看了 是的 说咋办太阳神了 哦 不像好人 你直接说重点 这他爸觉得你不像好人 他爸 夸了夸我 他父亲可能不太接受你 你们这种年轻人的打扮是吧 对 然后他爸那时候还有个重点呢 不是这事 他爸信任他爸那个公友的闺女 非也要让他娶人家 我这不打破他爸计划了吗 行 那你现在离开他 是真离开呢 还是想让老师帮你修理修理他 他爸要是能改呢 就是别这么过分 也能够在一块 你什么意思呀 肯定是想往上回他 要不我上这儿来都是啥呀 好好好 来 老师们 你们给调一调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从最开始 就除了男孩在医院照顾你以外 我没有听到 他在哪一条哪一点上 符合你心目当中男朋友的要求 我都知道 你还没听到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我又不是 他还没听到 他在哪儿 他不是 他还没听到 他还没听到 他快乐 他就是 他有个人 我又会 他不 Feel 他不听到 他正好 我都不听到 你 我都不听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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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女嘉宾啊 爱着爱着爱着认真了 她想正儿八经生活了 男生还在混 所以这就是悲哀的开始 如果两个人都认真吧 那就来个刻骨铭心的案 如果两个人都是玩吧 那也就都逢场作戏 怕就怕 一个认真 一个还是不认真 那最后伤痛的一定是你 其实你是最开始 被她的所谓的那次勇敢 在父亲的反对之下 偷摸着出来照顾你所感动 但是除了那次勇敢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对你有爱人的责任和作为 即便是那一次我也不认为 是因为喜欢你 要照顾你 才会做出那样的行动 不过是新鲜吧 刚认识 有些人确实是不成熟 不懂得如何去照顾别人的 不懂得如何去照顾别人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不见 所以不管咋说 我还是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管以后站在你身边的人是谁 我希望你都能像以前一样 给人家带来阳光般的微笑 我再想想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吧 希望有人能醒 请开门 有什么话跟他说吗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让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想来以后我还是会去追他 我再问你一件事啊 游戏和他谁重要 说实话 他重要 还骗人呢 明明是游戏重要嘛 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他重要 游戏不能陪我过一辈了 想清楚 认真地对待生活 然后再考虑感情 好吗 还钱 五万 回吧 把钱还给人家 接下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伊贝斯爱情保鲜剂 来 陀老师 爱宝官媚的网友向您提问说 我得了一种很难治愈的家族遗传病 可最近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我想向她表白 但我害怕她了解我的病以后会离开我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既然选择了玫瑰就勇敢的吐如真诚 其他的没有别的办法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药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坦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现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勒林志玲 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